这三个礼仪就是敬拜三位一体真神的礼仪 在这礼仪当中我们带出追师先祖的意涵 底下我们就开始进行追师三礼 追师三礼 典礼开始 会众请起立 到水里 主礼仁 桃园县 副县长尊翁 廖德天长老 桃园县 余信中心会理事长余远之先生 请主礼仁就位 天父上帝 万有都是本于你 也将归于你 我们的先祖是你所造的 我们一切的福分是你所赐的 愿荣耀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洗印 上帝 我们今日风静站在你面前 追师我们所有父系及母系的祖先 所有河流有祂的发源地 所有血脉也有祂的传承 因此当我们饮水思源时 叫我们不忘记你才是生命的源头 世事的父神 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 我们会归归为 祖父祢 阿们 请主礼仁 父慧 献花驴 主礼仁 中立市市长 叶师长 父良先生 刘善生 医生 请主礼仁 中立 主得流方 感谢主耶稣 为诗人钉石之架 从死里复活 借着你所施的恩惠与力量 我们的先祖与亲人 留下了家美教宗 愿他们的美德流方百事 必使我们存先起后 活出善行 阿们 上帝 我们今日站立在你面前 带着我们所周小小的温发 向这树花所散发出的真香气息 我们的祖先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如今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也散发出生命的清香 好叫我们的子孙 熏陶于我们的美德 阿们 世事的父神 我们愿成先起后 活出善行 阿们 请主理人 请主理人 副委 点主理 主理人 中原大学校长 熊校长 圣干教授 台道新闻研究所 所长 黄所长 文正教授 请主理人就位 光宗耀主 圣灵常充满我们 光照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在世度日 如光照耀 以善行美德 荣神义人 光宗耀主 阿们 上帝 我们今日 恭敬地 来到你面前 激起我们 所周 小小的光明 所有的火焰 有它的火种 正如 所有的大树 有它的种子 我们今日 来思念 我们的祖先 他们曾为 他们的时代 燃烧自己 今日 求你帮助我们 为自己的时代 发出光与热 是的 父神 我们要光中要足 荣神义人 阿们 请主理人 入位 追师三礼 典礼完毕 慧众请坐下 有没有大开眼界 你知道中国人 有很多的一些的 这种习俗 其实它本来 是很有意义的 对不对 我们说要 饮水思源 你们有到过 北京的天坛去吗 你们看里面有偶像吗 没有 所以其实 最早期的时候 并没有偶像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今天 对不对 我们这个 所以它把这一个 它把这一个 在中国人特别是 国内可能对现在这种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对 这种拜祖先 还有没有这么强的观念 你们现在过年的时候 都要拜祖先吗 没有 不是 我说你的家人 不信主的家人 还有这样做吗 不信主的人 不信主的人 像以前我在 我出信主的时候 这个祭祖是我 打的第一场硬仗 我信主了七年之后 才克服这个问题 七年的时间 我不敢面对家里的压力 因为我每一年 当我们这个祭拜祖先的时候 我父亲是这样子的 按照中国的传统 他就是 从他开始 他是老大 我爸爸最大 一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我是老一 一个一个媳妇的跟着 然后大哥大嫂就跟着来 按照次序的 先去摘戒沐浴 洗完澡 然后就去拜 拜祖先 我们家里面有一个 每次拜祖先的时候 有一个祖先排位 写着 葛世历代中青排位 那家里面的那些菜 特别是一定会有一个鸡 这个鸡呢 就是要放在这个供桌上面 在祭拜祖先的 其实 为什么祭祖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祭祖仪式 已经受到了这种 所谓的偶像崇拜的影响 所以他把祖先当作是有灵的 所以祈求祖先的保佑 事实上这个是受到中国的 民间宗教的影响所及 OK 那再加上中国的所谓孝道在里面 就死了 你不拜就不孝 就变成是这样子 是吗 所以我说我 信主了七年之后 终然我决心 因为我听了一次讲道之后 那次的讲道激励我 觉得我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那一天 当我们家里面这样祭拜的时候 我就也用了一些 小聪明 我就该我去洗澡的时候 我就洗得特别久 到后来我爸爸受不了了 因为都在等我 就叫我哥哥出来叫我 我哥就说 怎么洗这么久 出来了 我出来之后我还洗了头 然后我就要吹头嘛 又在房间里面吹半天了 后来我哥哥就跑进来跟我讲 他说 你干什么 怎么还不赶快出来 那我哥哥出来 我就跟他谈了 我说 我说 我不拜祖先了 我哥一听 他就本来是跟我讲 讲不通我 出去跟我爸爸讲 我爸爸听了也很生气 我一出来他就在门口就大骂一声 你这个不笑 我当时候只轻轻柔柔的回答我爸爸 我说爸 我笑不孝顺你知道 我平常的 所以你平常要变好 我平常 真的 我在我们家里面 我信主之后 我很多的改变 我爸妈看得出来 所以那一年的拜祖先 我爸爸放过了我 第二年开始 他就不要求我了 所以刚才这一位牧师叫温永生牧师 是我神学院同班同学 他是台湾客家神学院的院长 他后来 因为他客家面对这个记组的问题更大 所以呢 他就发展出来了 刚才讲这个敬祖山里 有没有 还蛮有神学味道的 是不是 而且你看那个整个的那个 那个装饰氛围 就蛮素雅的 对不对 然后又没有那种 这个民间拜祖先的那种 那种 那种拜偶像的那种味道 是不是 所以非常好 你看他请 而且他请什么 请的都是市长 大学教授这些 请他们出来 你知道在台湾 这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他今天是这样子 你只要 不管哪个宗教 你请他 他都去 因为他简单就是为了选票 所以今天我办一个 敬祖大会 我今天跟市长讲说 我们要办一个中立 或者我办一个彰化 或者台北 联合基督教 他一定来 他一定来 你说这个市长 对 他不是基督徒 他也来 他今天到了佛教 你叫他下拜 他也下拜 你到了基督教 你不下拜 你只是这样子点个足 他也点足 可是你知道 当他出现的时候 有指标性 你懂我意思吗 就让那些非基督徒 看见说 市长也去基督教的 进主大会 基督徒也是孝性主尊 只不过 他看了之后 他发现 他们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他要凸显出来 就是说 我们不是不孝顺 你过去就是什么 不 我不拜 现在我只是让你知道说 我不是不孝顺 我只是我有不同的方式 来孝顺 或者说这个进主 施恋祖先 那像这一个 就是非常有创意性 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信仰 能够不会 好像变成跟我们的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冲突了 以至于福音就很难 我跟你讲 在台湾传福音 很多人就是一听到 他马上第一个 就是反应就是说 哦 你们这些新耶稣的 都不拜祖先 这个变成是 你接下来都不要 跟他讲别的了 他一听到说 我新耶稣会以后 不能拜祖先 他根本连 接下来都不要谈 那么特别是 在台湾里面 做老大的 这个老大都是要有 所谓的保存香火的 父亲如果走了 拜祖先 其他的孩子可以不拜 老大一定要拜 所以在台湾做老大的 要信耶稣更难 就是因为这个 祭祖的问题在影响 所以我可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成功的一个所谓的 透过一些文化冲突的解决 那么让这个福音可以比较容易的 去进入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文化的里面去 是不是 好不好 好 所以你们也可以想想 因为每一个地方环境不动 可能在在中国的那个现在的情况当中 或者是说甚至每一个每一个省份 也都有一些不同的情况 怎么样子在你那个文化里面 让福音可以比较容易进入 好 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谈到文化的冲击之后 玩文化的差异之后 那么你要明白这个文化冲击 英文叫做culture shock 你们上面有吗 讲音上面有没有 所以你刚才看到那一个外国人有没有 那个外国女孩 他当然是比较用 这个轻松的方式讲的文化差异有没有 他现在有胖 两大 那你按一下这个 我先问一下你们来美国 你们有没有经验到文化的冲击 有吗 你们怎么会经历呢 你们来这边吃的还是中国菜 讲还是讲中文 连那个GPS都还中文版的 我看每个同学接送我的 通通都是中文版了 我就突然觉得我好像是在中国 真的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中文的GPS了 现在请向左转 我现在听中文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因为那个路名又是英文的 所以你们不看路名了 他不懂 他只告诉你左转右转多少 他前方多少尺 出不来啊 我刚才好像是点了一个东西 它就变大了 好 他在论我们下来讲一下 请你记得文化并没有所谓的好不好 文化只有差别 这个是宣教师第一个 第一个最重要的 其实不要说是宣教师 就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一定要建立这个观念 否则你就很容易 我刚才讲的那个姐妹 你看到这个孩子头上你的头发的方式 这个就反映出我们认为 或者反映出这个姐妹认为什么 她认为这种西装头才是合乎圣经的 才是正统的 那早期的时候 美国有那个西皮有没有 有个披头扇拔 那有些传道人 真的是为了向他们传福音 也去留长头发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所以重点是动机 不是外在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分析 不然你不要说是去跨越文化 你连做本国的文化 你做年轻人工作 你都做不了 因为你很容易就被他 他们这些年轻人 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全球化的 这个一下子今天流行什么 他马上就来的 那你如果天天盯着他看 你自己都很痛苦 你知道吗 哎呀怎么耳环 这边也打一个 这边也打一个 打一个鼻环 嘴巴耳环 是不是 那当然我们华人教会 这个比较少跟讲 美国教会 现在这个是很多的 对他们来讲 所以你看他们的 有一些敬拜团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美国那些 很有名的带敬拜的团 你就觉得 这些人也会带敬拜 对你刚刚讲 Tattoo 有的人就是Tattoo 但是你也不了解他 你不能从这个 马上就去 嫁去他 他可能信主之前 就Tattoo了 难道你信了主 我怎么办 通通给我把Tattoo 都去掉 才可以到来叫他 漂白一点 那个Tattoo很厉害的 一弄上去 很难消掉 你小小的一点还可以 讲个笑话 以前我们台湾的一些 大陆来的那些 国民党的军队 那么当时候 每个人身上很多 都有那个Tattoo 就是反共抗恶 杀猪拔毛 结果两岸开通之后 他们都很想 多年没有回家 都想要回家去看探亲 对不对 哎呀糟糕了 反共抗恶 杀猪拔毛 这还得了 是不是 所以想办法 看他可不可以把他去掉 去不掉了 就是要把衣服 把它遮起来 Tattoo是很难的 他那个很难去掉 小小的一块还容易 像有的现在一下 身上弄那么一大面积 那个东西一辈子弄不掉 OK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谈一下这个文化冲击 什么叫做文化冲击 你跟你旁边分享一下 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文化里面 因为受到这个 因为文化的差异 所带来的这种不适应 造成了他这种身体 甚至心灵的一种的反应 比如说他会感觉到 这个depress 就是会感觉到 就是会感觉到 抑郁 感觉到这个 比较消沉 不安 恐惧 等等这些 甚至会变得很容易 去批评 退缩 文化 不同的地方 虽然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学了好多年的英文 但是当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我碰到我的同学 早上跟我问案 说 我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在讲什么 然后 人家看着你没反应 也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你就越来越觉得自卑 你就觉得我怎么来这里 你知道我刚刚讲的 他讲葛德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在以前我们学的英文是 美式的英文 就是good morning 来这是标准的 good morning 学校老师跟你教你说 good morning 你跟他good morning 大陆可能说good morning 是不是 还把那个的发的那么重 其实不应该发那么重的 就good morning 那个的事实上不要发出来 但是我发现 在航空公司看的一些小姐 都是good morning ok好 在澳大利亚 他们的那个发这个早安 他那个后面的ood都没了 他就是good 所以我为什么听不懂 我学了十几年英文我都听不懂 这么简单的英文我都听不懂 你说挫折不挫折 因为澳大利亚的英文又是他很独特 而且他们讲英文是在嘴巴里面讲的 他不是向美国人讲话 是很清楚 很嘴巴张大的 他们不是澳洲人讲道 是在里面讲英文的 讲英文 所以 但那一年呢 是太多这一类的 语言的不适应 不了解 这个不通 然后产生 你想看你一天都活在一个讲英文的环境里面 我跟你讲 一天下来很累 你们不能体会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你回去试试看 你这一天都不要接触中文的 你就一天都 你就把这个收音机就打开 天天就听英文的 你这样听个 听个一个礼拜下来 你的脑袋就好像是被疲劳轰炸一样 所以那一段是初期的时间 我到教堂去聚会 我常常就是大概中途就睡着了 因为听不懂 听不懂就睡觉了 做牧师的怎么听到睡觉 心里面很自责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 对我来讲 那个英文就好像是噪音 或者催眠曲 而且你很多你本来熟悉的东西 你会的东西 你到那边发现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就开始发现 你好像变成一个小孩子 甚至像一个baby 你从头要开始学起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在宣校学义里面 学校都要求我们要参与这种所谓的实际的工作 英文叫做practical work 什么实际的工作呢 要去挤牛奶 你没有挤过牛奶吗 那还不是用手挤 是用垫子的 就是那个 它有那个 好像那个奶头的 是垫子的 你插到它的那个 那个母牛的奶头 那它一开关了 它就会帮它吸来了 你不要看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站在什么地方坐 都很有关系 因为你弄不对 它拍踢你 所以我们学习这些 学习去割草 推草机 我们从来在城市长大 从来没有推过草 是不是 那很多这一类的这些实际的工作 学习怎么修车 学习怎么样子盖房子 拆房子 有一次学校派我们去 把一个旧的一个仓库要拆掉 那么就找了一个 新西兰的一个同学 他是以前做木匠的 做木工师傅的 他就带着我们 带了几个澳洲同学 带着我 我是唯一的亚洲人 那时候英文又不太好 所以他们在那边讲的话又快 他就很简单 比如说你来做这个 那我就看他指着我的时候 我指着他指着我 但是我不知道他叫我做什么 那又不好意思 又有一个所谓的尊严在 我就点点头 假装是听懂 问题是 后来他看我什么都不做 他就很生气 他就说叫你做 你为什么都不做呢 其实我也很无辜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 他还要我做什么 也没人帮我翻译 像你们还有GPS 这种中文翻译 那边没有人帮我翻译 旁边的这些同学 全都是讲英文的 所以那天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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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同学 跟我就有了矛盾 他们就觉得 好像我不太顺服 怎么这样子不合作等等 之后我就跟其中一个同学 比较要好的 因为两个人慢慢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慢慢的讲英文 我就跟他解释 我说 我说其实我真的没有听懂 他到底要我做什么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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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懒惰 是 I don't understand 他才明白了 后来他才去跟那个 带头的那个人讲说 Mark他其实是没有听懂 你在讲什么 他的英文不好的 那些东西 我当时感觉很挫折 我是牧师 在教会弟兄姊妹 都听我的指挥 我今天到了这里 你这个小学生 连练神学都才刚第一年练神学 心里面那种 就会很挣扎 但是我今天去当你的属下 我连定个钉子 我都不知道怎么钉 还有你教我怎么钉钉子 真的不知道怎么钉钉子 我虽然以前做土木工程师 但是我还没有自己下过钉过钉子 我都是叫别人钉钉子 但是到那边我变成是一个工人 他要我钉钉子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钉钉子要这样子 今天不是教你钉钉子 那这些东西 一点加一点 这样累积起来 语言生活文化等等这些加起来 那一年 我常常唱一首歌 有一首英文歌叫做 Country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越唱越觉得 回家吧回家吧 是不是 这首歌的英文翻译叫做 相间小落引我回家 另外一首中文歌 是蔡琴唱的 我也很喜欢唱 就是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会唱吗 那是1990年 你看我记到现在 我受伤了 我不是受伤了 我是经历了十字架的雕琢 那是 那个叫做文化冲击 所以你到了一个新的文化 如果你不明白文化 你不明白什么叫做文化冲击 很多人就在这个冲击的震荡当中 就离开宣教工厂 所以你会发现 宣教是离开工厂 多数都发生在第一期的宣教任期里面 也就是前面的四年的时间 因为那是宣教 就文化震荡最厉害的时候 特别第一年 但是你短期的短些你不会有 哎呀 到黎博尔看 哎呀 这个食物也是很特别 哎呀 这用手吃 跟他们偶尔这样抓一下 也蛮有味道的 然后吃那个咖喱饭 哎呀 我们平常我也蛮喜欢吃咖喱饭的 但是天天给你吃 是不是 是不是 啊 这个黎博尔我看他们这个 每个人都很有赛啊 见到里面都会说 Namaste 对不对 哎 你长期在那边呢 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是不是 所以短圈 你不会体会到文化震荡 好 文化震荡 你要在一个地方 可能至少 半年 一年之后 你就会感受到 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处理好文化震荡 是一个人能够在那边持续待下来 甚至能够工作有果效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此我们要明白文化震荡 是怎么样子的一件事情 要怎么去面对它 好了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文化牵扯到深层跟表层的 是不是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面也有所谓的主流文化 还有我刚才讲的次文化 是不是 甚至我们讲说青少年有青少年的文化 那宣教学就分成近文化 跨文化 其实在北美是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大家学习怎么样子做一些超越文化 因此在国内有一些训练宣教士的 为什么他们会要把这些训练宣教士将来要做宣教士的人 先送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去 如果你在国内少数民族你都没有办法跟他去跨了 你怎么跨到国外的那个文化里 是不是 同样的 如果你从农村到城市你都没有办法适应了 那你要去到国外去宣教那就更困难 所以你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经验跨文化 这所谓的文化震荡 那就是因为你们来这边还是比较是一个短期心态 那你接触的你大概都是 比如说你今天在这里上课都是听的中文 是不是 然后出门听中文的GPS 去中餐厅吃中餐 教菜都用中餐都用中文教 你有什么机会用英文吗 有没有机会 很少 所以你不太容易经验到这个文化震荡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在这里募会了 你就必须要去面对语言的问题 甚至在教会里面一些比较弟兄姊妹们受到 受到美国文化影响比较多的 比如说英文堂的孩子们 甚至以后你自己如果在这里生根了 你的孩子下一代 在这里也是我们常常发现 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之间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父母亲用中国的一套 我们教会里面有时候这儿童施工 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 那天有一个姐妹 把孩子送到教会有一个所谓的 类似叫幼儿园 他把一个送进去 另外一个放在车上 然后把那个车门锁起来 对 你说的没有错 我跟妳讲 她当然也是 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所以她也是很为难 在这有时候情况 她就有点变成是 她心想说 她反正就是先放在那边 进去又再出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教会的儿童施工主任 ABC 跟我们教会的其他的英文堂的同工 看了之后 非常非常的压抑 他们也 那天刚好我忙 因为是我们这个博语部的同工 的姐妹 所以他们也没有时间跟我沟通 他们就打电话给警察局 还好 他们不是 不是做 不是目的 他们因为是自己教会的 他不是要去告他 他只是说 按照美国来讲 你有责任要去报告 你不报告 万一出了事情 变成教会都有责任 所以他就跟那个警局的警察讲 说打电话就讲这个事情 后来 这个警察局就告诉他说 他说 他是第一次犯 那么你可以给他一个warning 给他一个警告 按照法律的话 如果他再犯一次的话 警察就会要抓他了 所以后来我们跟了这个姐妹讲了之后 他下坏了 他不晓得这么严重 这是美国 在中国你可能把他锁在死了都没关系 不说没关系 就是说可能 你父亲不会去担心这么多 可是在美国你不能这样子 那这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 即便是在 在自己的 这个 这个所谓华人中间 你都还会碰到 这种文化的不同 带来的这种冲击 生活方式的改变 文化的不同 环境的适应 饮食习惯的不同 这些都会带来文化冲击 有的人这个 没有中餐吃 他会活不下去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人 你叫他 他说要去宣教 千万不要让他去 是不是 好 文化冲击一般有三种情形 同化退缩认同 什么叫同化 就是说他担心自己被排斥 所以他就去接受当地的文化 盲目的跟随当地的文化 可是他却忘却自己的文化 这是一种 退缩 退缩就是逃避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些宣教士 特别有一些太太 宣教士的太太 因为他们 往往因为要照顾孩子的缘故 所以学语言就没有学好 这个恶性循环 语言没有学好 就跟当地的人更不容易交流 所以他就一直退缩 就躲在家里面照顾孩子 等到孩子大了之后呢 他突然发现他必须要去面对宣教工厂的时候 他非常的不适应 好 那么另外就是认同 因为福音的缘故 接受当地的文化 这个是最好的 就是说你不是去批评这个当地的文化 你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 所以你去接受当地的文化 你的动机是对的 可是你接受的 只是接受那跟信仰没有冲突的文化 到最后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双文化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by culture 双文化的人 所以他在自己的母国的文化 他在宣教国的文化 他两边他都可以生存 那么到达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所以今天你们在这里没有经过文化冲击 你也很难成为双文化的人 但是如果你经过了文化冲击 你慢慢的去认同了这里的文化 现在你要我吃披萨 我也可以吃披萨 你要我吃这个 吃这个什么 汉堡 我也可以吃汉堡 那么你要我去讲英文 我也可以跟你讲英文 你要我讲中文 我也可以跟你讲中文 我不会说 你看我们中文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最好的语言 这些英文都都是这个 他们那个 其实英文很容易学了 这是一种自卑心态 怎么样 自卑产生自大 所以你会不会去看到 别的文化语言的好处 你反而是产生一种批评论断 所以文化的认同很重要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不要退缩逃避 也不要变成是被他们同化 这八项来跟你旁边讨论一下 你来美国有没有这些现象 有哪几项 三分钟大家讨论一下 然后呢报纸都是韩文的 讲的都是韩文的 所以他很明显的就是很不适应 我却享受其中 我到现在从来没有在韩国那一次 因为那个我们是等于是被他当贵宾接待 韩国泡菜上百种的 真好吃 今天晚上应该去吃韩餐 所以这个马上就看见了 就是他非常的不适应 又没有中文报纸看 所以他就很想要回家 只有跟我两个人可以讲中文 其他人都不能讲 不过我们现在成为 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 每次我们见面到现在 我们见面 我只要电话一句 You was you 他就知道是我 又没有别的人会跟他打招呼用者 这是我们在韩国学的一句 一见面就是 You was you OK 好 有没有 来你们刚才都没有讨论一下 你们有没有这其中的 这个现象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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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怎么样子处理 这个冲击的办法 啊 包括你们在这边 第一个 你要知道 这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不要急 好 那慢慢来 这个需要时间来适应他 好 所以呢 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这也是好 通常我们给弟兄姊妹 如果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不鼓励他 你同时太多的变化 一时间来 其实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啊 压力最大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换一个新的工作 比如说有这个亲爱的人死亡 比如说重大的车祸 悲剧的发生 失去了这些 那这些还有新婚 这些都是一些重大的心理的冲击 如果一个人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搬了一个新家 换了一个新婚 这是一个 其中一个重大的冲击 是不是 需要心理调食的 第二个 假设他又是新婚 所以圣经很有道理啊 新婚第一年怎么样 不可以当兵的 新婚第一年 一般的宣教机构 也不会接受你做宣教事 因为你需要调试你的夫妻关系 婚姻关系 你一下子拉到宣教工厂 那会宣教工厂会把你所面对的压力 是大三倍以上 所以夫妻感情不好的 到了宣教工厂之后 很容易出问题 因为那个压力 等于是把你放在压力锅里面 再大三倍 你想想看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真正的就是你要了解 你才不会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明知不可去 偏要这所去 是不是 我们国内出来的很多时候 都是很勇敢 都是赶死队 但是就是有时候 有勇无魔 所以最后就是 那叫什么 那两个字 什么羌语 还是断语 断语而归 你们大概都已经简体字 不太晓得那两个字 我现在连繁体字都不太会写了 好 你看 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呢 我们通常会把自己的文化 认为是最优越的 所以宣教士 或者是你到一个新的环境去 你一定要记得 要谦卑 要谦卑 你要学习去认识当地的环境 认识当地的文化 你今天来到美国 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会把美国当作比我们高一点 所以你会比较愿意去 去接受美国的东西 对不对 会不会 但是你也会看到 因为美国这些年来 其实它的整个的社会 特别是道德方面 是在走下坡的 那你也会看到有一些 会让你觉得很难接受的 对不对 那学习 不要很快的就去批评它 学习去了解它 好 那这样子也是帮助你自己能够去 更 很更快的 能够去走过这个文化冲击 好吗 好 这是有一个 一个写了一本书 叫做文化冲击的这本书的作者 叫米伦 他提到15个 秘诀 其中有8个 比较可用的办法 他把它写出来 好 好 我提一个 我实际的一个学语言的经验 因为语言是一个第一个你在一个不同文化的不同语言的环境当中 最让你会感觉到困难 因为你不会语言你就不 你就等于是就等于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 对不对 我在哥斯大里加学西班牙文的时候 学了一个学语言的方式 这个方式叫做Follow 这个Follow是什么意思呢 他要求你 每一个礼拜 你要去找15个人 去跟他操练西班牙文 你在这里就是说去操练英文 那么因为这是功课嘛 所以每一个礼拜老师会要我预备 比如说今天他要你写说你的家庭 写一个短文 你自己讲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习班牙文 讲说Tangle,Single,Familias,Membrates 我有五个家庭成员等等的 你就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就把它背起来 如果你用英文写你就操练说 So I have five members in my family I have my father, my mother 或者这样子就可以写 他是做什么的 Serve in the military 他是在军队里面服务 你就把它写下来 写完之后背起来 大概可能三分到五分钟 或者是你如果没办法完全背起来 至少你很熟悉 那我就开始去找15个 我们家那个店有卖面包的 我经常要去买面包 我就去跟他讲说 这个我就跟他说先生 你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 听我讲 他说好 我就跟他讲 我就开始把那个背给他听 讲完之后 他听了你讲了之后 他就会开始有反应 然后我就问说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家庭怎么样 我就开始跟他有一个对话 所以他要我一个礼拜跟15个人去讲 假设一个人讲三五分钟 是不是 我逼着我自己 我就要去跟人接触 我就要去操练这个语言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比我坐在课堂上面 我快乐多了 我坐课堂上在那边念 我念得很痛苦 那个西班牙文跟我们中文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然后他那个文法 越高级越难懂 然后说每次我在讲的时候 有时候头都要转一下 因为 比如说 我们中文讲他 是不是 他 他是什么他 你中文分得出来 他是男的他还女的他吗 不能 西班牙文很清楚的 英文也很清楚 西班牙文比英文还更复杂 他 Ella C L Ella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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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Elly 是男的 那是 那是Brasian 所以你要 那对我们中文来讲 就变成你的脑袋里面 你不是直接反应 你就开始怎么讲 一想到这是男的 就开始 L 然后一想到这是 还是旅的 Azia 然后他 他 还有复数的 哦 所以您脑袋里面每次这样转来转去 很辛苦的 对不对 那我在课堂上 我这样讲的是很无聊 但是我跟人家去聊天的时候 我也顺便可以聊点家常 我跟这个人也可以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我介绍给你这个 就是说你今天来的这地方英文不熟的 你开始学习要怎么学英文 同时也帮助你去了解认识这个文化 多建立一点这种关系 好吗 所以其实应该我要规定你们要跟一个非华人传福音 我以前的班我都有 因为他们都是本地生活 所以我要求他们除了跟一个华人传福音 还要另外一个是跟这个非华人传福音 就是人流的一个礼拜一个 OK好吧 好 刚才我们也提到对不对 这个吃饭的用手跟用刀叉的 那么还有 这个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内脏 还有鸡爪 广东人还叫做红爪 红爪 红爪 是不是 我第一次澳大利亚的时候 有一个接待家庭 一个一对夫妻他们接待我们去他们家度假 在那边住了一个月 那么你知道澳大利亚他们很多cangaroo 就是那个袋鼠 那在袋鼠对他们那样是害虫 是有害的动物 因为会吃他们的龙草 所以呢 那个家族就带我们 说要去打 打cangaroo 打袋鼠 那比袋鼠小一点的叫做 鸡爪 反正这两种都是吃草的 他都是晚上的时候跑到人家那个农田就去吃人家的草 那那个草是人家养来是要给牛给羊吃的 所以农夫呢他们这个刘洋的人呢 他们就是晚上常常要到农场里面去打死这些 哎呀我又很好从来没打过猎啊 我就请这个家族啊 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他儿子带着我 我们就一起出去打猎 到了农场他们开着那个吉普车 那个吉普车那个探照灯一照起来 那个wallabi或者cangaroo他的眼睛很亮的 他一看了光的时候他会眼睛就定住在那边 会停顿一段时间 所以就在那个时间啊 那个他枪来副枪啪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那天呢本来我也想下手打一下 后来他的儿子啊 一直抢着不放 跟他爸爸讲说 Daddy daddy let me do it 所以那天晚上都是他儿子跟他两个人打 一个晚上打死了六十多次 哎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就会想到什么 吃啊 我就跟他讲 我说他要把他丢到那个 就是丢到矿野去啊 我就跟他说 可不可以给帮留一只 哎这个爸爸也蛮开放的 他说好 他说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煮给 我就跟他说我煮给你吃 他说哎 他眼睛瞪得大大说OK 就带回一只去了 带回去之后 我就想要怎么做 你想我要怎么做 红烧 红烧 对了 吃起来蛮像牛肉的 他那个太太啊 听到我们带了一只啊 他就跟他先生讲说 Don't let me see 不要让我去看到他 他看都不敢看 更不要说尝试了 后来有一次我就 我跟我太太 我们就 师母我们就 我们就自己这个志愿说 我们这一餐呢 我们来帮你们煮 我就去买了那整条鱼啊 一条鱼整条的啊 然后就我们 我们烧鱼都是这样烧一条嘛 红烧也好 清蒸也好 对不对 那么澳大利亚的那个鱼又便宜 哎呀那真是 我就把它买了 后来吃饭的时候 那个太太说 啊 他说 Please don't let me see the head of the fish 千万不要让我看到这个头 他说特别那个 那个眼珠 不要让我看到他 所以你看 这很不一样的文化 他们是那种非常典型 乡下的那种 那种这个澳洲人 我们中国人却觉得这是 哇 极皮了 有的专门喜欢吃鱼头 是不是 还喜欢吃鱼眼睛 吃眼补眼 所以这些都是文化的不同 带来的冲击啊 好 你看阿拉伯人 可以有很多的太太 那么云南的摸索族 他们流传走婚 云南的赫盟族 抢新娘 这些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的文化 你到印度去 你会发现 旅人的地位非常的 非常的低 那这些会让你产生 很大的一些的震撼跟冲击 这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 我想要去改变它 或者至少你会心中产生 去批判它 但是我们都需要学习 先不要太快的去判断 去judge 去想要去做些什么 改变它们 首先你需要先 带着谦卑的心去了解 我们刚才一开始讲 文化没有优劣 文化只是有差异 好 永远记得这句话 好 这是可能你如果去短宣 你会也碰到的 可不可以跟异性谈话 可不可以 我认识有一个姐妹 她说她的儿子去参加短宣 到印度去 去了之后 认识了当地印度一个女孩 那么这个女孩说要嫁给她 所以这个男孩 回到美国之后 就朝思暮想的 想到怎么样把她娶过来 你做父母亲的 你会如何反应 所以有的很多拆会在短宣队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千万不要 跟当地的人去跟她答应什么 他们很容易说 希望透过外国人 能够到外国去 所以她会说我会嫁给你 或者我跟你交朋友 或者是怎么样子 你需要非常的注意 那么有时候当地会吃一些 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大概 我们中国人大概 应该还OK了 不过你有吃过蟑螂吗 没有吧 你怕吃过 我就听过有一个宣教师分享 他说他在宣教地的时候 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 他就看到 那个真的就是蟑螂在那边 那当地的人 根本面不改色的 他说他看到他真的是 倒进胃口 实在是吃不下去 短宣队还可以 长宣怎么办 人家在很多这些地方 请你吃饭是对你一种非常 把你当贵宾的尊敬你 吃不吃 祷告祷告 祷告之后 闭着眼睛就吃了 所以这些 这些可能都是 都是一些很大的冲击 我们到尼泊尔去的时候 他们当地人 他们也很好客 他们就给你烧他们的那种 那种奶茶 那个有点像是奶茶 就是茶叶泡了之后 再加点奶 加糖 他们加糖加好多糖 所以他们那个国家 普遍有糖尿病 可是他们没有这种健康知识 这就是他们习惯 所以他每次帮我们 也是要加很多糖 那你怎么办 喝不喝 喝 你不喝他觉得你不尊重他 你觉得你好像瞧不起他 喝 不还好他们的杯子都很小 小小的一杯 所以也不会太多糖 就是小小的一杯 那他要你再喝 你就说可以够了够了够了 那至少你已经喝了一杯 你千万不要说 不要不要不要 那他的感觉就是你瞧不起他 因为他们的居住环境 生活环境确实是比较差 他们那个都是你进去 真的我大概只有在三十年前的 中国的农村 还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 那个就是一大 那个他就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好像我要怎么形容 我下次要给你看个照片 他就是整个这个 好像一层 一个一个 一个apartment一样 但是每一个都小小的一间 那么你就住在那里面 那坐通常很多都是坐在那边 那在那个地方吃的东西 都是要很简单的 所以他给你这些茶水 这已经是他对待客人最好了 所以他们大概最好的 就是给你喝那种类似像红茶 然后加了很多糖的 那么再来就是给你放几片 那个饼干cookie 这就是他们招待客人最好的了 那所以每一次我们去 请问我们在美国还会缺 缺吃cookie吗 是不是 不会 但是到那边的时候 你就是学习 当他摆上来我们就吃 所以宣教是 即使是短宣 我们也学习 要去接受当地的文化 好了 好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一个作业 这边讲更多了 这边还有黎巴伦的食物 俄罗斯的 乌克兰的 土耳其的 最好的是 如果你能够有机会拜访一个 一个不同种族的家庭 如果你的邻居或者有这个所谓中东人 印度人 那天我们去 我住的那个地方旁边就是很多印度人 对不对 哪一次去他们家里面做个课 不可能你跟他做课之前 你先邀请他来你家吃顿饭 对不对 礼尚往来 那他肯定两天去邀你 那你就可以开始尝试 用手抓吃饭吃 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 那么去那边的华人教会讲道 那么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印度牧师 他们就安排我 住在他家 我看到印度牧师吃饭的时候 就用手吃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想他一定在华人的教会里面 被人家歧视惯了 我都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觉得用手吃饭好像不是很高尚的 那我现在回想 我当初也不明白 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真的我们华人可能就已经有一种优越感 让他觉得说 我们用筷子吃饭 你怎么用手吃饭 我应该学习 干脆我就跟他一起用手来吃 是不是 其实他们的手很干净的 他们吃饭的时候不会拿去擦大便的 所以你们有机会的话去吃不同种族的这个餐 餐厅或者是去别人家跟他们拜访 那么这里说你也可以去拜访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室 如果你找不到这样跨文化宣教室 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同种族的 刚刚讲比如印度的邻居或者是日本的邻居或者怎么样 你就去跟他聊聊问问他他自己来的美国他的经验是怎么样